一时足成千古恨 再回首已是百年深 这是一个平常的夏日 平常的有点闷 但是对于13岁的奥尼而言 却充满了激情 他总是不停地敲着打字机 把想象力画成迷人的文字 他对写作充满了热情 甚至到了痴迷成狂的状态 终于 他的第一部剧本完成了 此时充满神秘感的背景音乐 与急切的打字声交织融会 仿佛在告诉我们 一部旷世之作正在等着我们欣赏 兴奋的奥尼 更加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 他急切地找来虚荣 早熟的表姐劳拉 以及天真淘气的双胞胎表弟 皮埃罗和杰克俊 来扮演剧本中的角色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奥尼却很难做到 真正地去体会他人的感受 他只会按照自己的写作思想 去揣夺他人 有时候就是强家 而且坚信自己做的是有道理的 哪怕别人不配合 那也只是别人的错 所以排练的过程很不顺利 此时一直因恐惧而飞舞的蜜蜂 引起了奥尼的注意 当他慢慢靠近时 却看到了难以置信的一幕 管家的儿子罗比 好像与他的姐姐利亚发生了争执 高贵的大小姐利亚 竟然在吓人罗比面前宽衣解淡 这一幕吓得奥尼大惊失色 立马转过身去 不敢再看 得到奥尼再回头时 利亚已经从水里钻了出来 白色的衬裙紧贴身体 将那优美的曲线显露无遗 只是 罗比转过身去 呆若目击地站在一旁 完全不给这位美若天仙的大小姐一点面子 怒气冲冲的利亚只好穿上衣服 躲过罗比手中的碎片 头也不回地走开了 打小就英俊开朗的罗比 更是天资聪颖 以至于年少的奥尼 也对她很是爱慕 有一次 奥尼为了考验罗比 是否在乎自己 便指着河水说 我若掉下去 你会救我吗 罗比笑着回答 当然 然后 这个不会游泳的女娃 就真的跳了下去 在她看来 罗比的惊慌 紧张 是在乎自己的表现 但事实上 罗比只是将她 当作一个需要照顾的小孩罢了 而此刻 看到如此刺眼的一幕 彻底勾起了奥尼内心的度火 于是想象力丰富的她 脑补了一场狗血的伦理大戟 断地 罗比对利亚心怀不轨 但是她不知道 罗比和利亚 正处于爱情爆发前的拉锯战中 青梅竹马的两人 早就暗生情愫 那颗身份悬殊 她问指示 不知该如何迈出第一步 刚刚 因为罗比要去读医学的事情 两人爆发的争吵 争执间 利亚心爱的花瓶被罗比摆坏 为了找回花瓶的碎片 利亚才会脱衣下水 年少时的欢喜 既有郁郁还修的迟楚 也有难以自持的情欲 罗比想要写一封信 来表达歉意 却不受控制地 想到利亚 性感美丽的模样 她随手敲下着带有颜色的文字 随后又不好意思地笑了 情绪缓平后 罗比才重新敲定了道歉心 与此同时 利亚正与家人招待贵宾 一位经营巧克力工厂的富豪保罗 本来哥哥是要将保罗介绍给妹妹利亚的 但是事与愿违 保罗对于知性美丽的利亚并不感冒 反而对寄居在此的表妹劳拉充满了兴趣 哥哥邀请了罗比出席晚宴 他盛装打扮 装着道歉信 步伐轻快地前行着 在路上 他看见了独自一人的奥尼 便祈求奥尼将信件转交给利亚 但是在奥尼跑开的那一刹那 罗比才意识到他装错的信件 那是一封路骨的表白信 或许是出于好奇奥尼打开的信封 那些充满颜色的文字 再次冲击了奥尼极度的内心 下流 低俗 各种各样复杂的念头 冲击了奥尼的脑袋里 他给罗比判了死刑 坚信他不是善内 整天寄予着美丽的利亚 于是 他偷偷地跟表姐劳拉说 罗比是个变态色情况 应该报警把他抓起来 就像那句诗文 少年不识仇滋味 为父心词强说仇 奥尼以为自己看透的事件的肮脏 以为很懂了爱情的曲折 但事实却是 这个年少早熟的女孩 在极度的屈齿下 对罗比产生的偏见 晚宴前 奥尼在家中闲逛 突然看见姐姐的钻石耳环 掉在的地上 出于幻想家的敏感 他意识到有非比寻常的事要发生 他悄悄地走进图书室 顺着书房迷离的灯光 看见得惊人的一幕 罗比与姐姐搂抱在一起 他们的动作怪异可怕 罗比看上去十分狂野 充满了侵略性 奥尼实在没有办法接受 自己爱慕的男生 与亲姐姐缠绵 绝望 熊熊燃烧的度火 正在吞噬奥尼最后的离职 他在脑海中 将这件事定性为 罗比企图侵犯他的姐姐利亚 接下来 那两人装作什么也没发生一样 回到的晚宴现场 但意外的是 双胞胎兄弟留下一张字条 离家出走了 就在大家清朝出动 寻找两个孩子的过程中 奥尼撞破了保罗与表姐劳拉的奸情 但在昏暗的夜色下 奥尼并不知道这个男人是谁 不等当事人劳拉说话 他便先入为主 认定男人就是罗比 而劳拉为了保全情人 便顺破下旅 认同奥尼的说法 甚至配合奥尼 若罗比不经他的同意 便依照雄性的力量 侵犯了柔弱的自己 尽管警察不停地真问奥尼 是否清楚地看到凶手的面容 奥尼依旧斩听截铁的坚持 甚至拿出那封露骨的情书 指账下流的罗比 他自以为充当了正义的法官 却将无辜的人推向了深渊 一个小小的谎言 彻底改变了罗比一生的命运 当罗比找回双胞胎时 迎接他的不是感激 而是冰冷的手铐 一个高材生就此沦为阶下囚 而洋洋得意的奥尼 还不知道他将要为此愧疚一生 四年 罗比在暗无天日的囚牢里待了四年 此时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 二战顺势爆发 罗比以罪犯的身份走上战场 被迫从军 尽管他表现优异 但并不能获得与之等同的待遇 而丽娅 为了保护他们这段真挚的爱情 与家中决裂 做了一名战地护士 战争急战震撼 英法两国被德军击溃 罗比跟着陆军部队撤退时 不小心与大部队走散 没有食物 没有水盐 到处都是敌人 罗比知道这场劫难凶多吉少 但是他不敢放弃 因为他知道 心爱的丽娅正在等着他 六个月前 罗比在咖啡馆见到的丽娅 看见罗比拿开的手 丽娅有一些苦涩 他明白罗比的顾虑与恨意 直到两人的目光交汇 他们才知道 分开的这四年 爱意没有消散 反而更加浓郁 但是罗比却异常低落 辞去恐无生还 他希望把回忆 停留在几年前的书房 不想丽娅陷入无尽的等待 丽娅抚摸着罗比的脸颊 告诉他 你要回来 回到我的身边 战争让罗比变得沧桑 可是当看到丛林里 满地的修女尸体时 他还是会心痛落泪 后来 罗比在信中写道 我们的故事还将继续 我将归来 我要找到你 爱你 娶你 光明正大的生活在一起 正是凭着这样的信念 罗比经过漫长的跋涉 在敦克尔克 找到的大部队 远处弥漫的狼烟 熊熊燃烧的篝火 破败不堪的木马 被屠杀的战马 被遗弃的伤兵 还有正在酗酒 狂欢 悲歌的战士们 战争的腿白与残酷 在这一刻暴露无遗 而那个谎言所带来的悲剧 也正被这场战争 反复地拉扯 越来越大 随着时间的流逝 奥尼意识到 自己当初的谎言 毁掉了姐姐和罗比的信服 他想要以 弃笔从容为代价 来弥补过错 放弃救度剑桥 也成为战地护士 他还给姐姐写的无数封信 却从未收到一封回信 慢慢地 他变得沉默寡言 有求毕严 让自己过着苦行僧一般的生活 白天洗刷地板 照顾伤患 晚上便躲在角落里写书 用文字 一遍又一遍地复刻当年的错误 然后写下一个希望 希望丽亚与罗比 在战乱里重逢 然后相爱 相守 相互依偎 但事实 却不尽人意 在撤退的前一天 罗比伤口溃烂 感染的败血症 最终死在了沙滩上 在迷流之际 他梦见了母亲 母亲为他脱去靴子 为他洗脚 他坚定地告诉妈妈 他要去找丽亚 他们将在海边 那个蓝色屋顶的大房子里 度过幸福的余生 然后他颤抖着拿起火机 照亮了丽亚交给他的照片 满眼都是幸福的憧憬 明早七点叫醒我 是罗比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但是他 却再也见不到七点的太阳呢 是命运的捉弄也好 是时代的悲剧也罢 罗比死后不久 丽亚也在轰炸中死亡了 最终活下来的 只有满怀愧疚的奥尼 一十足成千古汗 再回首已是百年生 人是复杂的感情动物 常常会因为某些原因 做出令人懊悔的事情 而且绝大部分是无法弥补的 虽然人们总是迷信道歉的力量 但伤害是无法真正被抹平的 即使你天赋异禀 可以撰写一个幸福的结局 每个人的人生都只有一次 在真实的人生里发生的遗憾 是没有办法在书中得到填补的 就算在千秋万世之后 读者仍能在序言中 了解到真实的 悲伤的 充满遗憾的结局 冤屈没有洗刷 爱人没有重逢 但唯一庆幸的便是 两个相爱的人 都在对于未来的幻想中离世 也都在幻想里重生 爱从来都不算是归宿 也不是我们彼此的救赎 而是一场 源于灵魂深处的洗礼 好了 这里是老景观影 我们下期再见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